各位国产主机战俘F1停止服务也已经两年了 今天呢我想从商业策略的角度来复盘一下这部国产主机究竟败在哪里 我这此举啊绝非是说在别人的棺材板上再吐一口唾沫 绝对不是 实际上我始终坚定的认为 有人愿意真金白银的砸钱下去做主机 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 当初蓝岗在线啊 王峰王总啊 他们真正砸钱去做这件事 其实是很有些勇气的 顶着很多的怀疑 因为真正想要赚钱 真正想要怎么着 方法多的是 而去做主机 绝对不是其中的一条好路 多少是要有一些信念去做支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是了不起的 但是这个失败的原因我们也还是可以去分析 我不会去说什么 哎呀缺少生态这样的老生常谈 我们就聊聊他的策略上有什么失误 因为呢成功恐怕难以复制 但是失败呢却可以通过借鉴而避免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产品的定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这个战斧F1公布之后呢 战斧方面还发了一个宣传片 就大概什么我们主机玩家这些年 充分调动了一众主机玩家的情怀 打着国产主机的这样的宣传口号 当然又引发了巨大的主机玩家中的关注 包括我本人在内 当初啊这个混乱无比的发布会 真正这个召开的时候 我是全程看了直播 发布会的问题是属于市场宣传的部分 我们第二部分再聊 那第一部分呢这个发布会出了之后 我是第一时间全程来看了 就看了之后发现啊 它其实是一个安卓的 当然可以理解为定制的安卓的 这么一个采用Tegra K1的 CPU的SoC的这样的一个 介于基顶核和游戏主机之间的 这么一个设备 这个呢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从头到尾 你打着是主机旗号的时候 但是真正拿出来 大家又发现货不对版 这个呢主机玩家就已经失去了 而因为你从头到尾在宣传的时候 都说的是国产主机等等 结果从头到尾 真正的这个轻度用户 Light User那些蓝海用户 又没有关注你这个东西嘛 因为你说的是一部主机嘛 大家根本就没有关注 关注的人都是真正的主机玩家 算是比较硬核的玩家 那去看了发布会 觉得你货不对版 一共首发26款游戏 从头到尾 它的生命周期 好像规划了70款 最终上线了多少 我也不得而知 而这么多游戏之中 只有一款是光荣 拿出的PSV版本的 三国无双 来自己移植的 其他很多是授权蓝岗 去自己做移植 移植呢 有很多适配适配的 相当的糟糕 总之呢 其实他打着主机的旗号 但是他没办法抓住主机玩家的心 而因为他从头到尾 强调这是一部主机 包括从宣传的路线上 也是强调 充分调动主机玩家的情怀嘛 所以那些对主机漠不关心的 但其实可能会成为 这个战斧F1用户的那些 蓝海用户玩家 或者说其实我只是想要一个 能够玩一些游戏的 机顶盒的这些玩家 又从头到尾 对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关心 对吧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产品的定位和宣传 就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就使得他真正可能 为其心动的目标不客户群 从头到尾对这个东西就不知道 而知道的人对这个东西 天生又不会感兴趣 这你看就非常的吊诡 自然而然最终的销量 一定是惨淡的 因为这很简单 你卖鞋子 可是有脚的人 你没去宣传啊 你宣传的那些 都是不用穿鞋的人 或者说他想要一双跑鞋的人 结果你真正拿出来的是一双 什么比如说拖鞋 好比说这种感觉 对这个比喻更准确 就是你从头到尾 说我要做一双这么国产跑鞋 然后一看呢 是一双拖鞋 那真正要买拖鞋的人呢 说你是跑鞋嘛 根本没关注 而从头到尾关注的人 他是想要买一双真正跑鞋的 一看又是拖鞋 你就两边不讨好啊 包括游戏阵容啊 等等 都是这样 所以他从头到尾 产品定位 有严重的偏差 包括他的售价 899和金银版的1499 这个价格 如果899的这个版本下探300元 就可以有效的渗透到 机顶盒的用户 就是我又希望是一个机顶盒 同时可以外接手柄打游戏的 这个是OK的 可是他没有这么定 为什么呢 虽然首轮融资拿到了一些钱 包括自有资金的投入 但是这个钱对于说 想要做主机可能是比较少 所以有点舍不得 这个呢 就带来了第二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第二点 对于商业策略 或者说商业模式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这个战斧F1呢 其实是脱胎于当初华为的一个项目 蓝港在线啊 他是这个王峰是从金山出来的 然后呢 他就做了夜游啊 一些手游什么的啊 做的也是不错 而当时呢 华为公司内部有一个机顶盒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在内部啊 也不是特别受待见 他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姓张 于是呢 王峰就把这位啊 张经理给挖了过来 然后又添加进其他的概念 变成了这个所谓的战斧F1 也就是说 无论是这个华为方面的 这个挖来的 我记得叫张晓峰 还不张晓菲啊 也好 还是王峰也好 他们对于主机的这种商业模式 或者说软件内容的硬件载体 硬件平台 这种生存模式 这种商业模式 他们缺少足够的认知 所以才导致这个定价也出现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主机也好 其实基顶壳也罢 一样的 他们我说的 他们都是一个软件内容的硬件载体 或者说硬件平台 对吧 我买来基顶壳也好 我买来主机也好 我都不是为了把玩这个东西本身 我买它来 是为了通过这个硬件平台 去享受这个平台之上的软件内容 所以这种东西 它最典型 最常用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交叉补贴 什么叫做交叉补贴啊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两个东西一块卖 有一个东西比较挣钱 有一个东西呢 不太挣钱 不太挣钱的这个东西呢 它作为引流款 可能能够带来更多比较挣钱的东西 所以会从比较挣钱的那个玩意儿上面 补贴一些利润 给到这个不太挣钱 甚至亏本的东西 就是在互联网 就是所谓的引流款和这个爆款 或者说爆款加什么利润款嘛 不管怎么叫法啊 就这种套路 主机 机顶盒都是这样啊 卖主机 主机本身不赚钱 甚至亏钱 真正赚钱是通过主机的装机量之后 就是所谓的引流款嘛 引来用户之后 通过软件挣钱啊 通过权力金啊 通过服务啊 通过会员 各种东西挣钱 对吧 所以主机的定价相对总是便宜的 机顶盒也是一样啊 我们现在网络上很多机顶盒 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 你以为这个机顶盒本身能挣多少钱 还不是通过你买了机顶盒之后 你买机顶盒上的会员服务也好 各种其他的服务 或者包括你下载软件产生的 渠道费用 流量费用 去通过这些东西赚钱 或者开屏广告等等 对吧 所以它其实游戏机或者机顶盒 因为蓝港 因为蓝港的这个F1 可以理解为一个带游戏功能的机顶盒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机顶盒功能的游戏机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产品 对吧 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是采用交叉补贴策略来做生意的 所以你机顶应该无论是你把它当作机顶盒 还是主机应该把价格再往下探一些 通过后续的东西挣钱 但是因为蓝港当时对后续的东西 第一个感觉到力不从心 因为很多厂商首先不愿意支持 其次正好赶上审核啊 各种东西板号的问题 所以蓝港觉得力不从心 因此不敢采取这种严格的交叉补贴的策略 所以等于又进一步的错失了用户 主机玩家天然已经看不上它 而机顶盒玩家会觉得你这个东西太贵了 没有必要 对吧 所以说从商业的 就是从这个具体的商业执行上面 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呢可以说是第二点 它这个兵败滑铁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点呢 就是市场的宣发 也是一塌糊涂错动百出 从一开始那个无比混乱的发布会 我们就感觉到已经大事不妙 这个啊 注意 并不是说整个公司没有懂行的人 蓝港还是请来了多边行啊 多边行作为一个当年的游戏杂志的老编辑老玩家 对于主机这个事物本身 我相信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 但是理解这个事物本身 不见得代表和这个行业的上下游 有多么良好的关系 或者说有多么好的渠道 但总之还是请来了像这样的人 可是当我们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 发布会因为我全程看了直播 来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站台 这些人或许在各自的领域都是行业翘楚 可是和游戏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记得当来还请来时尚杂志的总编啊 还不什么的 你是想要东西这东西破圈吗 还是实在找不着人 能凑一个是凑一个 否则七七惨惨 七七太过冷清不合适呢 但是就从他这个一开始的宣发策略 你们就明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不对呀 这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操作 当然其实也确实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包括啊 说后来多边行在复原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聊到说好像是当初的既定计划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可是不管怎么说 表示他们对于这场发布会的重视程度是不足的呀 包括对于如何俘获他目标客户的心 当然他目标客户本身他就昏了啊 他对于这个东西他也是缺少足够认知的呀 他把事情想的太简单 所以包括在后续的各种市场宣发上都有明显的问题 比如说啊 这个是06年16年的玩意儿啊 当时KOL为主的这样的一种社区氛围已经形成了呀 可是我没有见到哪位大UP主 我当时根本就还没做视频 肯定跟我没关系 我也没见到多少大UP主 说漫天的一人来了一台怎么怎么着的 说试用评测 少有的几个现在网上能找到的评测文章呢 又都是有点尬吹过度啊 后面有很多 那是后面已经挂了的时候翻过来去往回找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当初刚刚一开始上线的时候 这个宣发是有明显的问题的 很混乱 好像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 简单的说就是他们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也对这个事情本身缺少足够的理解 所以包括我认为可能在内部啊 也有一些矛盾吧 或者说有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 那随着后来的重要人物的先后离职这个事情 当然就不了了之 而且蓝岗啊 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做了还有一点比较糟糕 因为这个19年的时候 他直接停止服务之后 也没有说放一个补丁 让大家可以离线的去玩 所以等于说下台的背影也很糟糕 把自己以后再说 说我重新再升级再迭代再怎么着的机会 也给堵住了 至于你说别的什么游戏阵容的问题啊 各种问题 反倒都还是再说的事了 因为首先你永远是筑巢隐风啊 游戏机这个东西就是筑巢隐风的事 你永远是先把你该做的基础工作 你要做好了 基础建设你要做好了 地基你要夯实了 路你要给我建起来 我车才能开进来啊 对不对 飞机场有了 我才能停下飞机 我才能起降啊 但是这些是他们 至于飞机来与不来 你也许不能够完全的主导 完全的控制 这我能理解 可是你机场这些东西 基础的东西 你要先做好呀 这些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 就盲目的说 一个动物园里面 一共就仨动物 就是动物园开门 就要做生意了 然后没有游客来 还表示不解 这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来看动物园 我来看你啊 这没有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他对于这个事理解 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包括销售渠道 包括各种也是 根据相关统计 除去他从合作渠道啊 有个叫什么合车用 还不是合用车 什么这一类的 送出去的 真正销售到的 可能没有到一千台 就你如果就把它当个基顶核卖 你就凭你这个宣传 你价格什么前面两条解决掉 你也不可能就只卖这么一点点 我说实在的 所以这里面各种错误是很多的 我相信啊 战斧F1 当然他确实因为他的这种敢于尝试的勇气 我们还是要肯定的 以后无论怎么着 这个名字一定会被无数次的提及 对吧 所以我相信以后呢 战斧F1绝不会是第一台 他本来就不是啊 绝不是最后一台国产主机 一定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公司 其他的人去做尝试 那如果去做的时候呢 或许能够从战斧F1身上 汲取一些教训 少走一些弯路 可能这个就是他起码来说 没有白白牺牲 是吧 所以今天啊 咱们有话说呢 把这个战斧F1从商业的角度 去做一下复盘 再次强调绝无揶揄之意 我真正是觉得 成功是也许是很难去抄袭 去复制的 对吧 可是呢 失败真的是某种程度上 通过先人的经验 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OK 接下来呢 广告时间 还是本人的淘宝店啊 淘宝店里有什么呢 有非常精彩的各种收费节目 尤其是绍红非常道 第一季和第二季 这个听了停不下来啊 还有我的人生游戏年鉴啊 推理时日谈啊 推理时日谈 马上要上第二季啊 朋友们也可以期待 总之啊 就是各种 大家可以去买来听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 这个游戏机用的一些耳机 这个呢 都是品项很好的二手品 可以说是比新的核算的太多 还有一些中古游戏收藏用的啊 中古游戏 总之大家去买来看看啊 或者说随心意去挑选 那么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